大家好,我是JAM 今天這支影片是要帶大家來入住我的Share House 這個Share House我已經住了超過兩個月 那因為現在文章要搬回來東京的關係 我已經準備要離開這裡了 那在離開之前呢 跟大家拍一下這兒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環境 我自己是覺得住起來感覺蠻舒服的 就讓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現在在的地方是玄關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大門 現在大家看到的畫面就是我們的大門 那我們的大門呢 我覺得還不錯的是它有兩個鎖 算是安全性還蠻被保護的 因為住這種Share House 應該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安全吧 然後這裡也有說要預防小偷啊犯罪什麼的 所以請大家都一定要記得鎖門 下面還有英文的標示 那就算忘記鎖門也沒有關係 為什麼呢?我開給大家看 打開 關起來 只要關門呢它這個是會自動上鎖 這一點也讓我覺得很安心 因為一定會有比較初心的人忘記鎖門嘛 他們有這樣的自動鎖門措施就比較安全 然後大門旁邊 這裡就有2021年的清掃 calendar 因為都會有固定的專人是來這邊打掃的 那他們只要打掃完都會把它圈起來 那我們這邊是固定禮拜四 然後下面是雨傘架 雨傘架這裡也有貼每個番號 你對應的是哪個格子 就放進去就好了 在門的對面這裡也有按鈕 這個按鈕也很方便 像現在如果我要開鎖 大家聽到的那個聲音就是鎖打開的聲音 然後再把門鎖起來 這個按鈕我也覺得很方便 那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廚房 廚房差不多整體是長這樣 在玄關一進來旁邊就是廚房 有吐司機 微波爐 還有電鍋 這些都是Sharehouse免費提供大家可以自由使用的 還有熱水器 可以燒熱水喝 那旁邊就是煮飯的區域 我們從最上層給大家看 我這次住了Sharehouse 他們除了有提供家電用品之外 還有提供清潔用品 還有一些我們煮飯的時候會必要的東西 例如鹽啊油啊什麼的 被品的話放在最上面的櫃子 這裡有一些海綿 垃圾袋 還有抹布這些東西 那再給大家看 沒有眼亂 差不多就是長這樣子 其實大部分人住Sharehouse 一方面是為了省錢 另一方面可能也是為了短時間的需求 像我就想省錢又是短時間的需求 因為只住一下下沒有要一直住下去 其實當然我跟文當都有這些東西 但是因為我全部都放在文當酒粥那邊 等他搬家才要一起搬過來 所以我就希望我住的地方是 最小限度的東西 這家Sharehouse都有提供這些東西 我搬出去也不用帶走 就非常的方便 對我來說 然後是下面煮飯台的部分 上面呢這邊是抽工機 旁邊這邊有廚房用紙 這個呢也是Sharehouse提供的 那大家看到旁邊這些煮飯器具 也全部都是Sharehouse提供的 包含鍋鏟、涼器、還有菜刀跟砧板 全部都Sharehouse提供 那旁邊這個海綿這些也是 那我們的煮飯台差不多是這樣子 也不是用瓦斯爐就比較不會危險 下面也是很多備品 只是下面的備品呢 都是比較偏向我們煮飯都真的要用到的東西 最左邊這邊就是共用了調理器具 包含平底鍋、鍋子什麼 打開給大家看 他們這裡提供這些東西就非常的方便 那我覺得我們Sharehouse算是都還把它維持得滿乾淨的 就比較不會怕髒 旁邊部分的話呢是共有調味料 還有一些洗碗精啊什麼的也全部都放在這裡 我們放得有點雜 大家不要在意啊 但是還是段中有序 我們都還找得到東西在哪裡 旁邊呢就是垃圾桶 那上面還有寫 我們整間Sharehouse都是禁煙 鞋櫃這邊呢也是有標示號碼 101號、102號 都是一整排橫條的空間 那鞋櫃方面有寫 只要有小偷偷東西的話 都會馬上通報警察 犯罪是絕對不會被原諒的 然後這裡還寫 竊盜罪會行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或是50萬日元以下的罰金 我覺得這個還滿有警示效果的 那因為我的房間在2樓的關係 我現在上2樓給大家看我的房間 還有我們洗澡的地方 跟上廁所的地方 這個Sharehouse在這邊採光很好 那2樓一上來呢就是廁所 那1層樓的話就有一間廁所 那我打開給大家看 燈燈 開燈 我們的廁所長這樣子 是免治馬桶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真的還滿害怕 不是免治馬桶的那種馬桶 就是屁股會很冰 馬桶我就不打開給大家看了 旁邊呢就有馬桶刷 然後備品啊或是清潔用品的話 都放在上面這邊 也是整理的很整齊 我們2樓室友呢都是 非常愛乾淨的人 所以其實我住進來一次 都沒有覺得我們2樓髒過 還有衛生紙 跟小垃圾桶 旁邊就是放衛生紙的收納箱 我們衛生紙用完呢 會自己從這裡拿出來補上 接下來是洗手台的部分 那洗手台的收納空間 這邊有附上房號 像這邊是201號房的空間 202號房的空間 203號房的空間 這邊一次放了兩個都是我的東西 因為我一個韓國室友說 他不會用這邊 所以說空間可以給我用沒關係 真的人非常的好 那洗手台這邊呢 有提供洗手乳 而且這個水是自動的喔 手一靠近水就會出來 下面這邊收納的 也都是備品的部分 包含衛生紙 廁所的清潔 洗面台的清潔 這邊都有 然後我覺得 這個sharehouse真的很棒的是 他們居然吹風機也是附贈的 雖然當然說效能 可能沒有像是很好的吹風機那麼好 但是也夠用了 大家都一起用 然後你們看我們sharehouse這邊的人真的是還不錯 他們用完都會像這樣子把線纏好 就是非常整齊的收納 旁邊在這邊講整齊是沒什麼啦 可是我覺得在這種小地方就做得很好 洗衣機也是共用的 我們目前大家還沒有撞過洗衣機的使用時間 而且二樓就有一台 一樓就有一台 就不會整棟房子的人 都要只搶一台洗衣機 我覺得也還蠻方便 拍浴室前再讓我補充的東西 就是我們兩層樓也都有對講機 如果外面有人按門鈴的話 我們這邊可以直接跟外面的人通話 也可以直接幫他開門 好 那我們現在去看浴室 那這個呢 就是浴室的大門 上面寫著Bathroom 那為了促進更良好的靈體關係呢 sharehouse這邊呢 他們有一個規定 就是說如果你要去浴室洗澡的話呢 可以在這邊寫上 你要進去洗澡的時間 還有你的名字 那一個人差不多是30分鐘以內 雖然我們這樣子有寫好 可是其實因為我們二樓的室友 就是我們三個人 然後我們都非常的熟了 所以其實大家都是看對方的狀況 然後大概也知道 對方大概什麼時候會去洗澡 然後就挑自己覺得舒服的時間去洗這樣子 那接下來給大家看我們的浴室 我們的浴室呢 是沒有浴缸 只有淋浴空間 首先呢 我一定要稱讚就是 我們的淋浴空間 它變成熱水的時間 非常的快 因為有些日本住宿的地方 他們的那個熱水 熱的非常的慢 在冬天的時候就非常的辛苦 那這裡的速度是很快的 我給予正面評價 然後大家應該也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整個浴室都 維持得算是很乾淨 真的是多虧我兩位 非常愛乾淨的室友 那現在正式要帶大家來看我的房間 每個人的房門外面呢 都會有密碼鎖 這一點也還蠻安心的 好緊張 哇 給大家看這個就是我 第一次公開的我的房間的全貌 首先呢 是我的床 是一個單人床 大家看到這個藍色枕頭 跟棉被還有床墊 都是我跟Sharehouse他們租的 價錢也是非常的便宜 而且更有趣的是 我們另外兩個室友 他們也都是跟他們租 我們第一次看到對方房間的時候說 哇 原來你也是用這個床墊床主套 就覺得好好笑 大家都一樣 床的下面呢 是收納空間 我就只開一個 因為那邊是真的蠻多東西 蠻亂的 那這邊呢 主要我就是放 我的包包 還有衣服 衣服那邊很亂 有點害羞 還有老媽拌麵 跟滴雞精都放在這 其實因為個人雅房 空間沒有很大 都還蠻煩惱收納 那有下面這兩個 其實就很夠用了 因為東西真的沒有那麼多 因為我睡前 非常喜歡看美容雜誌 所以在我的床旁邊 就放了兩本美容雜誌 還有我的眼鏡 還有我上班會用的包包 上面就是窗簾 而且我很喜歡我的窗簾 就是它是白色的蕾絲 就是透進來的光就很漂亮 那地上這邊呢 就是我的體重機 還有我的保養品 還有我的電捲棒 那保養品的話 他們也是每個人都會附這個籃子 那外面都有寫房號 那其實是可以放在外面的 因為睡前想要擦保養品 這樣比較方便 所以我是放在房間裡面 那大家看到這個曬衣感 也是Sharehouse附的 然後我是拿來掛浴巾 然後旁邊這個是 小貓轉讓給我的包包 上面還有冷氣 這個冷氣有暖氣功能 然後是電視 遙控器 還有冰箱 桌子跟椅子 這些全部都是Sharehouse附的喔 我真的覺得很棒 因為其實短期居住的人 真的沒有必要買這麼多家具 跟家電 但是這邊最低限度的 全部都有附 我覺得是很值得稱讚一點 我來東京的時候 就是只帶了這個小小的行李箱 東西都裝裡面 然後其他是 請黑貓幫我寄過來 東西也很少 那再從這個角度 給大家看一次我的房間 其實說小不小 說大不大 我覺得已經很夠用了 住起來沒有什麼壓迫感 好那我現在已經坐下來了 在正式搬出去之前呢 我總結一下我在這裡住的心得 可能可以提供給想要住Sharehouse的人做參考 首先就是我為什麼要住在Sharehouse呢 因為文藤工作的關係 雖然我們會遠距離一段時間 可是其實這個時間 就大概就只有幾個月而已 就非常的短 文藤公司其實是滿滿跟他確定很多時間 所以我也很晚的開始找房子 時間非常的倉促 那我又沒有要住很久 我們那個時候住在熊本共同的家具 也想說等文藤來東京再一起搬過來 因為他們公司會跟搬家公司簽約 比較好去處理這些東西 所以一開始我就是想找 有附家具家電 然後又沒有什麼負擔的地方 出席費用當然也是希望能便宜就盡量便宜 所以在這些條件之下呢 我就想找Sharehouse 因為Sharehouse也比較是短期的嘛 隨時搬出去也都比較沒什麼問題 所以我就開始著手找很多Sharehouse 找了很多公司跟很多間 都覺得沒有自己想得這麼理想 然後後來我看到Elly拍了一個影片 就是Cross House 就是我現在住的這個地方 我就看Elly的影片介紹整個Cross House的房子環境 我覺得還滿不錯 滿費了我的需求的 所以我就開始在Cross House上面找 有哪些房子是我比較想住的 然後就跟他們申請看看 然後另外是我發現他們的物件 都離車站還滿近的 像我現在住的這個物件 離車站差不多走屋就是10分鐘9分鐘差不多 但他們的房子離車站 幾乎都不是太遙遠距離 這一點我覺得也還滿吸引我的 除了我剛才說的優點之外呢 Cross House他們也接受 最短一個月的短期入住 這個就非常適合 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要搬出去的我 可能隨時通知下個月就要搬出來 那所以找一般的房子比較不方便 所以Cross House他們這一點 對我來說還算是滿方便的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點非常棒的就是 整個東京都內他們就有400間房子 那房子間的移動搬家費是0元 例如我現在住的房子 我可能住了一個月 我想要搬到其他區的物件 這中間沒有任何委員金 也不用付任何費用 畢竟大家住在這種共用空間 最怕應該就是遇到雷士友 這種時候我覺得Cross House 他們這個服務就還滿方便的 而且也非常的貼心 非常的符合人性 雖然我是沒有利用到這個服務啦 但是這一點我覺得很特別 所以推薦給大家 那綜合以上原因呢 我就決定我短期的Share House生活 就住在Cross House 一開始我是跟日本方聯絡 我就沒想到簽約的時候 就是台灣那邊的負責人認出我 讓我覺得非常的害羞 那簽約的過程整個都非常的愉快 而且負責人也跟我講得很詳細 就是那個很可愛的台灣擔當 他應該有在看這個影片 很謝謝你跟我解說的很詳細 房型有分非常多種 有像我今天介紹給大家這樣子的個人雅房 還有上下鋪跟辦個室 當然上下鋪跟辦個室的話 它的價錢會再更便宜一點 我這次當然也是住個人雅房 因為我覺得比較有隱私 那如果說你喜歡跟別人互動比較多 跟別人接觸比較多的話 或者是想要省更多錢的話 可能可以選擇上下鋪或實實辦個室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我住的感想 我住起來的感覺是覺得 非常的舒適 因為我還另外跟他們租了床墊 跟枕頭跟棉被這些東西 剛才也有跟大家講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這一整套藍色的床墊組 我一個月只要負擔差不多五萬三千日元 而且這個價錢是包含水費、電費 還有瓦斯費跟網路費 非常非常的便宜 其實在東京算是不太可能的價格 而且住起來還這麼舒服 那另外還有一點我覺得算是運氣問題 因為我這次住了sharehouse 我們的室友都相處得非常融洽 而且大家都比較不太會在乎一些 生活會發出的聲響 例如咳嗽啊 還是講電話什麼的 隔音的話呢 雖然說在別人的房間的話 我們這邊是聽不太到 但是假如在公用空間的話 我們房間裡面又聽得到 例如洗衣機的聲音 還是吹頭髮的聲音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沒有到會影響生活的程度 只是如果比較敏感的人 我就比較不建議住sharehouse 因為敏感是自己沒辦法控制的 那我在無形之中一累積的壓力 那可能也不太好 可是如果你是喜歡交朋友 然後比較不排斥別人的生活因的話 我還蠻推薦住sharehouse 我另外想要稱讚closehouse的一點是 我覺得他們那個對應非常的快 其實我住進來的時候 我們的廁所門是壞掉的 有點關不起來 然後我們就寄信給closehouse說 就會請他們來修這個門 然後他們就有派人來這邊修理 然後另外一點是 你針對其他住戶 如果你覺得他的衛生管理沒有很好 還是你覺得他可能太吵什麼的 都是可以直接跟closehouse他們反應的 closehouse就會寄信 給這棟房子裡面所有的租借者 提醒跟警告 我覺得這一點還不錯 因為你住在一起的人 其實你很難直接跟他說 欸我覺得希望你這裡可以改進 會有點尷尬 我們這一層是沒有這個問題 可能是一樓吧 之前就整個房子的人 都有收到一封closehouse寄來的信說 就是有人沒有丟垃圾沒有很情緣垃圾袋 就會造成其他住戶的困擾 其實收到的時候 我是覺得他們這樣子的體制 還蠻令人安心的 不用去面對那個尷尬 也可以把想講的事情跟大家講 好那最後跟大家說 closehouse是你在海外也可以簽約 在日本國內也可以簽約 如果是日文沒有那麼熟練 希望用中文對應的人呢 就是closehouse裡面他們有 台灣人可以對應 如果大家一開始來東京 不太有預算的話 我還蠻推薦大家來住closehouse的 那也希望大家運氣好 像我找到一樣還不錯的室友 我跟我的室友 其實還蠻常一起吃飯 一起交外送 然後我們還會一起喝酒聊天 我自己有覺得 比我一開始預想的 還要更開心 那也希望就是 如果之後來住的人 或者是之後要來東京的生活的人 你們也都可以 遇到還不錯的人 然後大家可以互相扶持 那謝謝大家今天也看我的影片 詳細資訊呢 我寫在資訊欄那邊 有興趣的人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字幕志愿